坐在我身邊的嘉賓 仍然都是財政血研究部副經理 直要輝Stanley Stanley你好 Stanley這一節想和你看看本地服裝股價 見到IT方面創了年半低位 看看最新股價表現 見到IT現價跌超過6% 跌2.4% 最新報3.52% 其餘幾隻 帽斯方面升1先 1.81% 佐丹奴升1毫 帽斯帽升跌 畏高跌0.4仙格 最新報1.96% 保鮮龍無號升跌 Joyce跌2仙 最新報5.9% 見到IT來說 本地服裝股的表現 真的跑輸了整個板塊 股價表現創了年半新低 最低見過3.46% IT早前一直受到基金追捧 股價表現受到基金追捧之下 曾經做過比較不錯的表現 但今日這樣大跌下來 有沒有跡象顯示基金開始沽貨 又或者撤離香港市場 你看看公司本身的股價表現 都做得比較不理想 特別是可以看這幾天的時間 我先想看這三天的時間 其實你會見到股價 在大跌之餘 亦有比較大的成交配合 反映這幾天的時間 如果沒有基金沽貨 這方面都不能排除 但只不過如果你看看其他一些相同的板塊 IT本身 好像剛剛Licott也說到 股價 其實如果你看看 圖比是三年圖 現價來的 基本上跌至近年半的低位 另外就是 你看Joyce Joyce的股價 如果在圖比上 都跌至一年低位附近的位置 反映似乎這個行業 在近日的走勢上 都真的做得不太樂觀 事實上 如果你看看這個板塊來計算的話 大家之前都有擔心 因為看我們的經濟增速放慢之下 可能會對服裝的銷售 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當然之前在香港統計局公佈了三月的數據 其實當時你會看到表現不是差 甚至乎比大家的預期好 只不過 到達到4、5月的時間 對經濟前景的憂慮 相對比較明顯 再加上 其實你會看到個別的公司 其實舖租的支出相對是比較高的 就像以IT為例 你看到很多舖 基本上都是一些旺區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說那個銷售的情況 不是這麼理想的話 再加上一個高租金 高成本的拖累 變相對業績上 都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所以你說這段時間 有一個這樣的急跌的情況 究竟是否反映 就是說公司是反映 即是這方面受到一些影響 而令到大家對它的信心 是有些擔憂 這個都不排除 但只不過你看看這個行業 其實我覺得是在個別 如果你看看你的股份 譬如佐丹奴為例 看到股價反而做得比較逆市 即是比較走強的情況 當然公司除了發展 即是現在 之前也是因為轉型成功 這個股價 都叫做得比較理想的比例之餘 其實公司反而你說 都是不斷有一個 叫做一些可行市場的情況 譬如說是一些 亞洲地區的情況 所以變相之下 再加上一些明人效應的入股的因素 令到股價反而做得比較偏強一點 所以這個服裝的板塊 我自己都建議 其實你說 即是各別一些 你說比較多的股價 譬如IT為例 這些博去反彈 其實短期博反彈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即是短線的反彈 只不過如果你是中長線 中長線的部署的話 似乎都是找一些強勢 會比較安全一些 如果你想想的話 我覺得反而有佐丹奴 反而還可以考慮多一些 對,佐丹奴始終有富豪的效應 另外,剛才也提到 IT方面 今天跌得比較急 現在已經跌接近7% 其實會否見到 今天內地公佈的經濟數據也有關 因為PPI方面 大家都說到 內地經濟有下行的風險 另外,五一黃金洲方面 似乎對服裝 又或者一些相關的奢侈品方面 內地的遊客似乎的需求不是太大 會否見到紛紛大家投資者都會離場 其實五一的效應 我覺得已經踏完了 之前已經踏完了 但都這樣說 你看看之前的時間 五一的時間 其實個別的一些珠寶中標股 都有一個炒了的情況 但只不過,在圖表上 似乎IT都沒有什麼受惠 嚴格上 你看看五月 即四月未打後的時間 你的股價基本上 都不斷考驗一些低位的支持 甚至乎到這幾天的時間 跌小一些加劇 反映似乎在五一效應當中 IT本身就不要受惠 反映你見到 其他股份是六幅為例 在五一黃金洲之前 其實有段時間是炒起了 即是有一個反彈 反彈完之後 似乎都無以為計 這個也可能同在五一黃金洲 即是這段時間 似乎那個銷售的情況 也都是未如你想有關 所以你會見到一個情況 就是普遍一些本地的零售股 其實在這段時間 那個表現 其實真的比較差 甚至乎是比大市表現 反映似乎是五一效應 一來已經消除了 原來大家會比較關注 可能是個別的一些公司 在之後的情況 究竟是否會受到 內地經濟放慢的影響 而令到拖累了業績的表現 所以如果你是零售板法 我覺得 可能是要減回個別的股份 就會比較好 不如看看 今天中標珠寶股的走勢 見到六幅又再創一年低位 現價跌超過2% 跌4.6% 最新報18.38元 周大福升8仙 報12.08元 周深深跌1.8元 去到18.62元 另外 謝順倫方面升5仙 景福升3仙 東方標行跌8仙 最新報2.7元 另外 李昂早前亦發表一份研究報告 就講到預計 2020年新興市場的 佔車市品市場比重 會增加到7.3元 當中首選了某幾隻股份 朱寶中標股方面 他就首選一隻周大福給他買入評級 目標價由18.3元 上條到19.5元 其實朱寶中標股的走勢上 剛才說的前景都不太看好 個別股份來說 周大福的前景又如何分析 如果看18.3元 都很進取 因為你看到圖表上 其實周大福最高的價位 只不過是15.16元 即是今年1月頭的位置 所以如果以個別大行的看法 都真的可能是做得比較樂觀 事實上你又看回車市品這個行業 你說一些新興市場的增長 潛力是不容看小的 尤其是中國方面 因為始終是富裕代因素 也都是令人工收入不斷上升 所以對於車市品市場來看 發展空間是很大的 再加上其實很多的車市品稅 在自己樂趣的情況之下 之後也會有機會慢慢再降低 所以變相其實有利於車市品 在內地的表現 但只不過你好像陸福為例 當然我沒有看他這麼樂觀 你說到18.4元的話 其實如果你看到圖表上 他能夠翻單上13元樓上 其實已經是比較理想 所以如果你是單磐山 這個周大福的話 沒錯的近日的走勢似乎有些轉強 但只不過我覺得 可能是因為股價掉落了 比較低的水平之後 有個技術的反彈 這個技術反彈其實是不出奇的 所以你以後市來計的話 有個比較關鍵的水平 就是回到之前的低位 11.46元這位置的水平 你守得住這些位置的話 你說這些位置搏去過比較大的反彈 其實我覺得可以考慮 但只不過 一旦跌穿了11.46元這些低位 就考慮一下止蝕 另外他也看好Prada 他亦給他買入評級目標價 上條是68.7元 看看Prada今天最新表現 就見到Prada現價在升4.5元 報47.75元 新秀例方面升兩仙 暫時報14.64元 就見到Prada早前股價表現做得相當亮麗 但之後就不斷回落 去到47.7元現價水平 他就調升目標價去到68.7元 20元的距離 Prada有沒有奢侈品市場這麼看好呢 Prada在我們的發展 這個就不用否認 做得是比較理想的 但只不過你見到近日的走勢 都似乎有一點 而又是做得比較偏遠 特別是現時來的 基本上已經跌穿了一個上升軌的支持 也都是在近幾天的時間 跌穿了50天線這個位置 所以看回後市方面的走勢 似乎是現價買的 反而我覺得不妨可以先等等等 如果有機會回落到大概44元 即是環區間這個位置 我覺得再考慮會比較適合 零售版塊、奢侈品股 Prada你都覺得值得看好? 如果在內地發展方面 其實是值得看好的 但只不過現價來計 經過股仍然有調整壓力在這裏 下次回來仍然都是發達廣場的時間 待會見